增加 那我們剛剛說有C加I加G 好複雜 C就是耐久財 汽車電視等等 但是不含住宅 所有的住宅 全算是investment 記得 民間也好 廠商也好 他們的住宅 不算是消費 全部是投資 非耐久財 食品飲料 服務 像醫療啊 旅遊啊 金融等等 I就是 Capital Formation 就是投資 那資本才能增加 家庭住宅 存貨變動 廠房設備 好 只有一個東西需要講 什麼叫做存貨變動 就是我 進貨了 我要生產口罩 我進貨了一堆 紗布 鬆緊袋 所以我 產出去 只有 1000個口罩 有一些紗布和鬆緊袋 是存貨 所以我的存貨增加了 這叫做什麼呢 叫做投資 你要是不習慣的話 你實在沒地方擺 既不是消費 也不是出口 也不是進口 他只好選手投資 所以那個是一個 剩下來的 項目 G就比較容易 混淆了 好 G是指 政府購買 或政府的消費性支出 這跟政府支出不一樣 政府的消費性支出 再加上政府的投資支出 比如說高鐵 其中有一部分是政府的高速公路 和政府的投資支出 政府蓋的Building 那 再加上移轉性支出 就是 給付 好現在就要問你們的 消費券 優庫券 這到底定案了 發生什麼東西 我也搞不清楚 有人知道嗎 優庫券是什麼東西 理論上 你不應該把 什麼各種券給 郭台銘嘛對不對 他有錢成那樣子 所以要 排他嘛 但是郭台銘很好排啊 類似郭台銘的 富人就很難排啊 你怎麼樣去 identify 誰是郭台銘 說他的收入多少多少 就沒排到連勝文 連勝文他 他股票收入 所以 股票收入也要進 那就沒有 排除到那個 包租公包租婆 有人有十幾塊幣 像徐才厚 21塊幣 他的那個收 所以你排付 在概念上 是對的 但是要在執行上 要做到 就執行成本太高 通常是這樣子 通常是這樣子 我倒不覺得 有哪一個 政客 他 他不知道 排付是 比較有選票 他都知道 他能夠正確 精準的排付 大家都要排嘛 但你不能夠說 我就排 一郭台銘 二連勝文 你不能這樣搞法嗎 國家政策不能這樣搞 你一定要用一些抽象的標準 去把它排掉嘛 身高1822 什麼什麼等等 那這樣子 就可以把豬蛙界排掉 你一定要找到那個 抽象的標準 這是麻煩 這是 不太容易找到的 還有什麼 對優酷券或者消費券 你認為能夠解決現在的問題嗎 那你如果認為不 我們現在是什麼問題 Coronavirus 對我們經濟產生什麼問題 金融海嘯 那個 假設我有買結構債的話 我是沒有了 假設有誰買結構債 他就一下就虧了 比如說 3000萬台幣 因為本金就被沒收了嘛 那我就很緊嘛 因為你 一下我虧掉3000萬台幣 我就 財務上很緊嘛 所以我就 不太想去旅遊啊 餐廳啊 等等 就緊縮消費嘛 那 我就說 所以大家都緊縮消費 那就餐廳就沒有收入 餐廳沒有收入 餐廳老闆就沒有辦法花錢 那餐廳老闆沒有辦法花錢 本來 接收那個餐廳老闆支出的那個小商店 也就沒辦法收入 所以這變成一個連鎖反應 所以 這個連鎖反應要怎麼解決呢 Keynes的說法是這樣的 他說 經濟大恐慌的時候 整個經濟動住 他說什麼叫做動住啊 他說經濟就像是一個老式的引擎 你一定要 用那個 那個繩子拉一下 它才能夠重新啟動 那叫什麼 不是你看過那種馬達 哼要拉那樣 或者舊式的摩托車不是電動按鈕的 它要踩那一下才能夠重新啟動 所以它要拉那一下才能夠重新啟動 所以消費券 或者政府支出 就是把一個 已經停住的引擎 重新拉讓它啟動 的東西 我的描述呢 就是 消費券就是火種 這個經濟就沒火了 但是財還在 一點火種就有用 所以它整個要動起來 希望它動起來 火種 coronavirus不是這回事 我們就講旅遊啊 我就是不敢去旅遊啊 你給我多少消費券我都不敢去旅遊啊 我怕被傳染啊 我不是因為沒錢啊 我不是沒錢啊 我就是不敢去啊 你看那個國家音樂廳重新開放的 位子嬉嬉落落的 一個人可以橫躺的聽音樂 你看那個 飛機 現在 現在叫你去法國你敢去嗎 謝謝你我才不要去 所以你不是因為 這個不是因為 這不是火種點就可以點起來的嘛 懂我的意思嗎 這跟那個金融海嘯財物上卡住是不一樣的事情嗎 這個是 這個是 你給我火種我還是點不起來啊 前幾天一個朋友去什麼 蘇澳 他那邊旅館急爆了 因為台灣是沒有地方去 國外通通不能去 只能在國內旅遊嘛 國內旅遊讓大家悶得簡直不行了 就到處亂 就只能在 我們有多少的消費行為啊 是沒有辦法 去執行 那個餐廳 我認識幾家熟的餐廳我能問他 調的多少他說只剩下一兩層 尤其是那個大宴席的 就是一桌一桌 假設小吃啊 兩三個大概還 你都是熟的人嗎 不擔心傳染 但是那個喜慶宴席你敢去嗎 我太喜歡游泳 他敢去游泳 他特別問說 游泳池加的那個綠 濃度是多少 殺不殺的是virus No 殺不死 就不要去 誰敢去游泳呢 就是不敢去 你給我消費券 敢去游泳嗎 所以你 所以pandemics跟 那個financial crisis 是完全不一樣的性質 另外一個就是 生產鍛煉的問題 所以生產面也會鍛煉 台灣 台灣 我們就講食品 台灣進口的食品 非常關鍵的 要做 黃小玉 黃豆 小麥 玉米 那這些東西呢 不見得是給我們吃的 是飼料 台灣的 養的雞 和豬 都需要吃這些東西 那黃小玉如果斷裂 為什麼斷裂 我們很多是從巴西安 阿根廷進口 那那些地方 如果農民都已經 生病 病奄奄的 他就沒有辦法生產 然後出口就出口不了 我從捷克訂一個水晶燈 捷克的郵局關門 我有什麼辦法 那我就運不到了 黃小玉如果斷裂 台灣的 農產品 很多就斷裂 台灣農產品斷裂 你們家還可以調整調整 在後院種了什麼水耕蔬菜 那麵包店怎麼辦 麵包店沒有小麥 你要他 改做什麼 做成摩斯漢堡 他沒辦法呀 所以他 我們的問題呀 根本就跟 2008金融海嘯完全不同嘛 這有那麼複雜嗎 我沒有講任何一點點 超過膝蓋的道理 我都是 智障級的推理 這就是 你如果要去找一個東西呀 是 跟這個 解決目前的問題 相關性最高的 就是 租金 就是服務業的租金 我認為服務業的租金 他如果他的收入 減少了六成 你可不可以讓 他跟房東談 讓房東的租金也減少六成 然後國稅單位 給房東的那個租金 我覺得 我覺得啦 但是啊 我就 只願意在課堂裡面講一講 這個學生在做事情 老實就好不要講話 物價水準 物價水準有兩種衡量 一種是 GMP Deflator 就是 2015年的 Nominal GMP 什麼叫做Nominal GMP 就是用當年的物價水準衡量的GMP 所以你生產出來一台電腦就用當年的電腦價格 生產出來一個麥克風就用當年的麥克風的價格 另外一個呢 就是 2015年的Real GMP 什麼叫Real GMP Real GMP就是用機齐的價格 假設機齐是2000年 那就是用15年前的 電腦的價格 麥克風的價格 去衡量 所以呢 假設只有兩種商品 就是 T XT 就是X商品7年的價格 QXT 就是X商品7年的 產出量 那你把 這個 加上這個就是 2015年 用2015年的價格 所衡量的 2015年的產出 那底下呢 就是用 2010年的價格 所衡量的 2015年的產出 這兩個算出來的 比就是 物價指數 對不對 可以吧 另外一個物價指數呢 叫做CPI 我們比較常用 Consumer Price Index C C C P P P I 就是index 它是什麼 它是什麼呢 它是把 2010年的 數量做全數 2015年的價格 做價格 然後這個分母呢 就是2010年的 價格 所以你看這兩個公司的差別 通通在算 物價指數 只不過上面那個 指標呢 是用 現在的數量做全數 下面那個指標呢 是用 基期的數量做全數 有沒有了解 好 有這兩個指標 物價指數 就這兩個指標 跟消費者有關的 就叫做CPI 那個GMP Deflator 是 跟GDP同樣的有關 除了這個之外 GMP Deflator 它選的商品的標的 和CPI 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 你這個 Q XQY 到底選哪些 QXQY 因為你商品可能有一千萬種 你不可能每一個都算 你就用幾個代表性的 但你算CPI的時候 那個代表性的 只跟消費有關的 才會算定來 晶片 不會在CPI裡頭 因為沒有人 吃晶片 那 晶片可能在 GMP Deflator 所以除了那個 低期之外 但這兩個指標呢 要有一點概念 PTQT 除了上 P0QT 就是 GMP Deflator 這個低估了痛苦 因為物價上漲就代表痛苦 那他說他低估了痛苦 那PTQ0 除了上 P0Q0呢 高估了痛苦 只是觀 我們只看一個 為什麼會高估痛 這個物價指數是什麼呢 是說 同樣是 G期的消費量 但是呢 分子 是 當期的價格 分母是G期的價格 對不對 就衡量出來 物價上漲多少 可是呢 當 T期的價格是PT的時候 我不會笨到去買Q0嘛 我會調整我的消費項目嘛 懂我意思嗎 假設T期面包變貴了 那我不會像 零期 假設零期面包很便宜 我零期的時候就買一大堆麵包嘛 那到T期 那個麵包變貴了 我不會呆呆的繼續買很多麵包嘛 我會減少我的麵包 它會亮嘛 所以 我不會呆呆的去買 Q0嘛 我會去買QT嘛 所以你低估了我的調整能力嘛 你放 在分子 放這個東西 你就低估了我的調整能力 你就高估了我的痛苦 可以嗎 所以概念 就是 這樣 失業率的定義 現在要定義什麼叫民間人口 我這個是簡稱 非軍非匾 現在應該要修正 因為陳水匾那時候還在監獄裡頭 我說非軍非監管人口 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全台灣的人 扣掉 軍人 扣掉 非 不在監獄裡頭 這倒是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保外就醫要怎麼算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算 保外就醫算不算是監管人口 15歲以上的民間人口 非軍非別 那 他就分成兩類 一類叫做勞動力 一類叫做非勞動力 目前有酬工作者 或者在家 在家庭企業 無酬工作 每天工作15小時以上 通通叫做就業人口 所以有酬的 就叫做就業人口 然後你在你媽媽的餐廳工作 你媽媽沒給你錢 但是你工作15小時以上 也叫做就業人口 苦命 那 如果你非就業人口 但在積極找尋工作的 就叫做失業人口 如果你是非就業人口 但是沒有在積極找工作的 就不算 OK 所以 就業人口和失業人口 就叫做勞動力 簡單的說什麼叫勞動力呢 就是我想要找工作 沒找到工作 或者我想要找工作 已經有工作了 在勞動市場裡面 積極 奮鬥的人力 就叫做勞動力 我們的問卷是反過來的 第一個問說 請問你 每周有工作15小時以上嗎 我有 請問你有 定期的有酬工作嗎 有 如果是 就這樣 就說 就有人口 那剛才這兩個問題 如果任何一個 說非 就是我既沒有在 家庭企業工作15小時以上 也沒有有酬工作 我就繼續問 那你有在找工作嗎 你說有 就把它歸做失業人口 如果你回答沒有 就不在勞動力 可以嗎 沒有問題吧 但是要非君非貶 什麼叫失業率呢 就是失業人口 除上 勞動力 分母 就是勞動力 就業人口加失業人口 就是勞動力 OK 那什麼叫勞動參與率 就是勞動力除上 15歲以上的民間人口 每一個國家勞動參與率 隨著經濟發展都不斷增加 為什麼 因為女性 因為女性作業率越來越高 勞動參與率越來越高 在傳統農業社會 很少有女性 在家庭企業工作 或者是從事有酬工作 那這些人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因為平權的觀念 就是 我隨便抓了幾年的數字 你看那個勞動參與率 我們從79年之後 差不多就 穩定下來了 我們勞動參與率就是 68 15歲以上的 那15歲以上 有一些是已經 垂垂勞矣 所以 老賊 他 扣掉一部分 那越來 早年的時候 我們大概只有40幾% 30幾% 慢慢慢慢就 到了60幾% 60% 所以 勞動參與率 差不多到60 就穩定下來了 失業率 看看 最高的 5.85 哪一年 金融海嘯那一年 2009 其他的台灣的失業率 算是 算是低的 早年呢 不到2% 後來呢 慢慢慢慢 高起來 我剛剛查了 我們 最近看到的 數字是4.01 所以我們的 失業率是4.01 已經算是不錯了 美國是多少 你可以去查一下 好像是非常恐怖的數字 金融海嘯 讓美國的失業率超過10% 持續兩年以上 超過10% 超過10% 蠻恐怖的 超過10%已經很難過日子 很少有 政客 超過10%的失業率還能夠連任 任何一個總統 任何一個總統 或者是執政的 超過10%的失業率 就掛了 2008的時候 金融海嘯 我把這個講完就 休息 那時候就推 有推出一些政策 就是鼓勵什麼 因為很多 很多的 碩士生 博士生 畢業之後 畢業就失業 又找不到工作 所以就鼓勵 學校 聘助理 助理的薪水 差不多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拿下來 這在幹嘛呢 這就是一個 很爛的政策 這叫做 救 失業率 而不是救失業 你要救失業率還蠻簡單的 因為清大假設 1000個畢業生 只有800個能夠就業 另外200個不就業 那校長就說 啊 大家那個 100個全部 通通來 另外200個全部來做助理了 那把所有的助理的薪水 從38000 全部降成32000 那 神漢6000 大家就 每個人省6000嘛 那好幾百人 就可以多拼一兩百個人 這樣就充分就業嘛 所以他在救失業率 他不是在救失業 那你要這樣搞的話 誰都會搞 可以麻煩拿我了嗎 對 你 然後 你的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